就讓我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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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進你心裡 一生一絲從未有過心動的感覺 好的歡迎回來樂世界 那我們回到神魔三國志 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我們新的活動 龍舞雲破的龍珠活動 龍瑞天將這一塊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登陸 然後跟姊每天的活躍任務就可以去領到獎勵部分 所以各位千萬不要忘記把這一塊領起來 這是多餘的資源部分 然後再來的話龍破祕境 那龍破祕境就是請你放置三個隊伍 那你只要戰力足夠的請問之下 切記就是因為他會滿最高1980 他這個好像只能不要累積多久 所以你可能固定一段時間就要上去 去把獎勵給領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 他每天九點會升龍會進攻 所以你在防守部任這裡也要放個隊伍 那分享一下樂世界放的隊伍 我放的是星彩鴨頭 然後那個 那個 真姬搭配鼠黃鐘 然後那個 後面放的是 神珠跟魔關羽喔 那我們君主也上陣這樣子 那我龍珠不會這樣放 龍珠一定會放成是 第一回合放激勵 然後第二回合放的是反制 那剩下的話我會放龍吻跟雷火 主要還是一二回合會爆發 所以你激勵黑上去可以加爆擊 然後反制又可以去增加一點點輸出效果出來 來去把輸出傷害做提升 那目前樂世界輸出傷害是落在24億多左右 我這個東西就供給各位做個參考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有更好隊伍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分享給其他樂友知道 那再來的話 龍破祕寶 那原則上龍破祕寶 就是為了要拿到龍破領域部分 那等一下再講一下龍破領域可以換什麼 你其實也不言而喻就是換龍珠這樣子 那原則上保底一次是16個令 那你只要拿到龍破祕寶 就可以去做抽獎的動作 所以如果說運氣最差的情況之下 你可能是16保底 就是我全部都用完 那原則上有機會其實可能 我記得最高紀錄最快進去到那一圈 你只要有機會骰到最下方這個內圈 他就直接進入內圈 因為他分成外圈跟內圈的部分 那基本上的話 我記得運氣好的話 其實有過8次就直接到 應該算8 8到10次左右 的令 就可以有機會進到內圈 然後內圈大概再抽個一兩次 有可能會拿到領域 所以我不敢確定說保底最低可以多少這樣子 那原則上我們以預估最少最少我們 12令就可以抽到的情況之 跟保底16次的部分的話 等一下跟各位做分享這樣子 好那再來的話呢 密寶兌換 就是剛才我們可以去做兌換動作 那在龍破之木的話 原則上就是你只要放隊伍他就可以去做領取 以及你在這個神龍的那個防守的期間 你只要輸出傷害達到一定比例 你就可以去領到 打超過八億就可以領兩千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看那個排行榜 排行榜你的那個名次越高 你又額外也可以拿到元寶跟獎勵的部分 這樣一樣也都是有龍破之木 所以基本上龍破之木可以在兌換部分的話 原則上 建議無課玩家可以以盒子跟袋子為主 那再來的話一定要換命令 因為命令你有機會可以去 額外的再去拿到其他東西 然後再來的話 基本上以高招為主 然後再來精煉跟這個龍魂玉 然後跟銅錢部分 那欸你說為什麼不要降星石 我覺得如果說你現在等級突破不高的情況之下 你會需要大量的那個降星石 那你就去換降星石 如果你像越世界其實 我現在等級星4 3多了 那基本上 我不敢升上氣的原因 不是因為我的降星石不夠 而是 因為我的銅錢不夠 或者是我的武將經驗不夠 所以基本上我就是每天去等 點一次的等級突破 所以 所以 照越世界目前等級來說的話 我基本上在最早跟各位講的就是說 你只要在九州 那個 那個 摩金蝦這邊可以把一些必要的角色練起來之後 比方說 衛國來說一定要有一隻我們的國家 然後 蜀國部分的話 我建議一定要有黃中 其他你可以不要 然後再來的話 無國 有機會的話可以 可以練一隻周瑜啦 如果沒周瑜的話 起碼你練一隻小橋 或是甘霖等等 然後再來的話 神部分的話 建議 起碼一定要有一隻 呃 星彩 然後搭配 真雞部分 這兩隻是必備 你再打那個 呃 那個 摩金蝦瑋會非常好用 然後 再來的話 神兆也是 神兆也是非常好用的一隻角色 然後 魔的部分的話 原則上 呃 欸對 蜀國的話 耳摩金你可以去練那個 如果說 禮拜一的法術啊 你可以練那個 魏 龐桶 因為龐桶也還蠻好用的 那如果說你 呃沒有魔國家的話 龐桶其實打 打擊輸出也不錯 像月世界的話 加小界 小界 組的隊伍喔 然後 看一下 在禮拜一的隊伍 欸我沒辦法看自己隊伍是不是 蛤 算了 我就是組 其實是組 可能是裡面有 呃 魔國家 欸馬上 魔成功 然後 搭配 鼠旁桶 然後 加上 呃 那個 神旁桶 然後 再加上 呃 嗯 有什麼 有什麼東西 有點忘記了 鼠旁 身旁 然後搭配 真姬 然後搭配魔成功 1234嘛 然後再一隻 因為這裡沒有什麼 呃 比較強 強而有力的那個 法術型的 魔士喔 所以我應該放的是 呃 諸葛亮的部分 那基本上這樣的話 輸出傷害 有可能會達到1700 有可能達不到 所以 但是其實你如果說練了那個 鼠旁桶 再再搭配 五果的周瑜的話 基本上應該是夠的 就夠了 所以這幾隻練起來的話 其實你的 其實向月之間 目前等級突破是 可以來到 可以來到 可以來到441 其實再練一隻 那 我預計想要練的是魔曹操 那魔曹操本體還差兩隻 所以我就沒有刻意的把它練上去 基本上再練上去的話 就可能 將近就可以練到 448吧 應該也差不了幾隻 所以 現在對月之間來說的話 為什麼不選降星矢 原因在這裡 那如果你現在是處於 還在 找很多 三星 是三星武將來去 湊等級突破的 玩家呢 我的建議 你就要換降星矢 因為你會非常缺降星矢 去做 等級突破 或者是練法武將做 升星的動作這樣子 那現在我是其實已經 處在一個 沒有在練降的部分 所以我將 降星矢其實 開始在屯蠻多的 所以我就 不會建議玩家去換降星矢 所以每個階段 每個階段不一樣 你要 試自己的階段 去評估你要拿資源的部分 這樣子 然後再來的話 好 所以 就是以 袋子 盒子 然後密令高招 經驗史 龍魂玉跟 銅錢 其實銅錢應該可以擺在 龍魂玉之前 因為 銅錢的話 無時無刻都缺 升級突破需要 點神兵需要 點聖氣也需要 那現在其實我 因為沒有銅錢 所以我也不敢去把聖氣點高 不然的話 聖氣對我來說 應該要再往上點 起碼點到90或100之類的 那 再來的話 呃 那個 呃 這個不是 還沒講完 然後你如果說是有客玩家的話 你勢必是要在這個活動裡面 去拿到龍珠部分 甚至說是自尋龍珠部分 那這次不要佛心呢 是開了三個 所以我建議 呃 有客玩家呢 可以趁這一次機會 起碼把必備的龍珠給入手 比方說像是 我覺得這顆 龍珠也還蠻OK的 你看喔 他會為己方最低的生命值 呃 然後 然後 這邊的話 我覺得龍珠到還好 並沒有 特別的會影響到戰局 除非你看 有 麻痺 所以 該狀態的武將會 有10%的機會 無法造成傷害部分 其實麻痺的話 這一個啦 我覺得 他有點適合放在第二回合 多數的玩家都是在第二回合做爆發 但是我覺得 呃 因為 他是隨機針對三個敵方 非常附加麻痺的效果 而且這個麻痺的效果 只有10%會無法造成傷害 所以 其實10%也沒有說很高 除非他的那個往上升級之後 他的那個趴數會再往上做提升 不然的話 我覺得 呃 效果就沒有 有 特別的 有對我來說 就整個字面來介紹的感覺 然後再來的話 龍淵 龍淵會 對 那個目標 降數部分 然後 有40% 會 驅散對方的所有爭議部分 其實 呃 你如果本身是在 那個 角色是所謂的 你比方說 你君主三學的是 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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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模模 這個 摩孫冊 摩孫冊的話 他是希望 自身的那個 所謂的 負面效果 會 多於正義效果的話 他的輸出障害會高一點 所以 那顆龍魂就蠻適合搭配 呃 摩孫冊在第二回合的時候 進行爆發 然後 所以每一顆龍魂 其實你會看到 最後 來到後面來說的話呢 我覺得富龍珠會開始去影響戰局 而且關鍵性的指標會慢慢的出來 所以有些富龍珠是值得你去做入手的部分 然後再來的話 龍鳴 龍鳴會對攻擊力最高的 其實這個就只有鎖定喔 我比較不喜歡的就是沒有鎖定特定的那個角色 比方說隨機對三名角色造成某個傷害 然後有一些附加的效果出完 那他會有不確定性出來 雖然說三個其實也幾乎控場一半以上了啦 一半以上 那如果他剛好控的是比較偏向於方手型的方式的話 而且方式又特別的硬一點的話 其實他的效果就不會那麼的有效這樣子 好拘魂狀態的話傷害會提升部分 而且他會無法被治療或復活部分 帶一個滅殺的效果出來 我覺得這一顆也算不錯 然後再來的話 呃 龍騰 龍騰是恢復生命值部分 然後 會冰 有60%的機會會造成第一方前排冰凍 那 這一個的話 也可以入手 但就要看自己喜不喜歡 然後他會有冰封狀態 他就保護自己的那個武將不會死亡這樣子 再來的話 龍騰 龍騰的話會有那個所謂的遺言 這個就很針對性的去 呃 把那個 神復運給封死 但是龍騰比較 屬於 第一你是打後手 然後 你可以撐到 第五回合的角色 不然的話其實 有些人 前三回合 兩回合就直接把你收掉了 那你放龍騰的效果也沒有 還來不及龍騰的那個效果還沒出來 就 就GG了 所以龍騰的話你本身自己是 當然有客玩家其實基礎硬體都還蠻OK的啦 如果說你覺得說 你可以撐住的話 我覺得龍騰 他會是一個 在封住 神旁桶 或者是在封住神尋域的部分 甚至說有人其實在 比較前面的話 多數人都會把神軸放著然後衝一束 主要還是要有一個所謂的 呃 封印對方的那個效果出來 那其實這個也有去客製到 呃 我們的神軸部分這樣子 所以 他會 讓對方放沉默 所以你只要放在第四回合 下一回合跳過去就是 原本的第一回合的部分 那第一回合出手對方的那個神軸 無法出手的話就對我方就無法去 就不會中敵我 那我們的勝利就會往上做拉高這樣子 再來龍騰 龍騰會使對方的一個龍珠 下一回無法施上技能 所以多數的玩家把龍技都會放在 那個所謂的第一回合 為什麼第一回合放之後呢 他的第二回合就是雷火 那雷火就直接被封死 所以其實在玩雷火的玩家 那或許也可以開始慢慢的去考慮說 呃 假設未來龍技 普遍性高的情況之下 當然也要看觸發的概率如何 如果說觸發的概率很高的話 其實雷火就變得效益沒有那麼高 因為只要被封住了 其實就不會施放技能 那等於是 白白浪費一次龍珠可以施放技能的那個效果出來 那其實剛好他也是在封鎖對方的一個龍珠部分 包括說可能剛才有提到的 可以去強化輸出效果的其他的部分的龍珠 所以這顆龍珠還蠻針對性的 所以我建議有客玩家 他龍技的這一顆龍珠呢 他不只去 呃 我覺得他可以去 他可以去封鎖住對方的龍珠的那個雷火部分 所以你可以去把這一顆做入手會比較 還蠻 我覺得還蠻OK的 然後在西星就還好 反之叢雲 當然西星也不能說還好 因為在富龍珠出現之後 我覺得西星就不是那麼的 而且其實西星出蠻久 所以只要是有客玩家的話 多數的玩家都應該把西星入手了啦 所以基礎上來說的話 西星對有客玩家 除非是你可以想要把他給 在網上提到最滿 當然你有需要把他提到最滿的話 也是可以 那就是你自己去決定這樣子 那其他就還好 我不會建議其他玩家 原則上以上面的一些富龍珠為首 這樣子去做兌換會比較好 所以基本上來說保底一次 16 所以16的話乘以12 喔為什麼乘以12 因為我們12輪才保 12輪才可以把所有的那個 這個所謂的那個龍 那如果說你運氣好的話 就是一次12 然後乘以12的話 大概1個 144左右 所以基本上在那個 寶典部分的話呢 我們這邊如果任務解圓的話 原則上可以拿到五令 然後五令 剩下的五令是在這個命令做兌換的時候 這也可以換到五個令的部分 所以基礎上來說的話 對白嫖 起碼有12令 所以你是在白嫖的機會之下 是有機會闖到內圈 而且拿到龍 那個 這個叫什麼都忘記了 這好難 龍破領域部分 所以你還是有機會 那五靠玩家拿到一個 龍破命令的話 我的建議就是 看你要換 其實多數比較缺是代字 因為玩到後期來說的話 我們會很缺大量的 不管是神將令或神將 令箭部分 令箭是可以去做軍師祭部分 那神將令是你去開那個 軍師祭部分 所以這兩包你各自選一個 那剩下十的話 我的建議是 你可以去換 十的話 我建議是換招賢令 那你還有四個嘛 四個就換那個高級招募令了 為什麼換招賢令 是因為為了積分 因為以後 我們還在等 等魂降上雲塔 那 在路板來說的話 聽說是用積分去換 所以 我們現在來說的話 會缺大量的招賢令去換積分 所以把握每一次的活動 去拿到招賢令 對五靠玩家來說 是非常重要 未來再換 換取這個魂降的話 有機會 那聽說 魂降也有可能會讓高招 給招募到 所以說 基本上也可以換高級招募令 那如果說你缺護職的話 你也可以做兌換 我覺得都可以 這幾個你可以自行去做決定 那再來的話 龍破傷成部分的話 剛有提到 如果說是運氣最差之下 192-12的話 還要180 也就是說 今天你還要 大概買三包的 100美的部分 你才可以去換到 保底的那個三顆的這個龍珠部分 大約折合台幣9000左右 那如果說 假設運氣很好的話 所以我建議 有客玩家 你可以先買一包一包 做嘗試 然後看保底的情況之下 再去決定要不要買下一包 基礎上買兩包 那如果說你運氣很好的話 或許兩包就解決 那我兩包解決的 那個最大重點 在說後面的部分 我們再講後面 這任務去解 解完之後 你就可以去得到獎勵部分 這就不再贅數 然後神龍特惠部分的話 我的建議是先不考慮 因為我在龍運寶盒這裡的話 每天的那個幸運寶盒 跟超值跟桃華部分 基本上你看 我花一美金的話 有機會可以拿到兩張密令 然後跟元寶部分 所以我覺得 運氣好的人說不定 你可以 你如果運氣真的很差的人 起碼你 一天一美的話 假設七天下來的話 現在也過了過兩天 假設五天下 應該好像算七天 因為我現在很忙 沒辦法即時性的去把所有東西做好 是七美金 然後乘以三十 大概是兩百億左右 但是你有機會去拿到五張 或者是兩張三張的這個密令 假設七個裡面只要中個三次 是那個 好我們運氣最差兩個密令 好起碼我有六張 六張的話 我這裡的話是一三二 然後我扣掉原本的這裡 這裡六十二 然後乘以三十 不是三十二 六十四 六十四 乘以二 大概是一二八 那我加上剛剛的六 大概就會相等於 就等於一三四 所以原則上再怎麼差 你只要多補個七塊錢的美金 基本上就有機會 在最低的最省的情況之下 把三顆龍珠給帶回去 那我覺得其實這邊也有 其他的部分 包括說每日豪華的部分 他是有機會拿到頂級龍珠 或者是說一些其他的部分 如果你可以直接在這裡拿到龍珠 那就更爽了 我覺得這是運氣問題 所以聽說還是有玩家抽出來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 花一點小錢去做運氣的測試 那你就可以省更大一筆錢 的部分 然後再來的話 畫龍點睛部分的話 原則上真龍大獎是可以去 隨機得到這幾個 那我覺得隨機的話是十塊 那十塊美金的話 你可以去跟那個 有客玩家裡面的有客玩家商量一下 看誰這次要 要去拿這個真龍大獎部分 你就不用多 多花錢去跟別人競爭 畢竟他是抽獎的 不是必得 所以基本上來說的話 就看有沒有玩家買 如果沒有玩家買的話 或許你就可以考慮 把他買起來這樣子 好 那以上呢是目前 越世界針對這一次呢 龍舞雲破的活動 做個分享跟介紹 喜歡影片的人 不要忘記幫我 越世界影片點個讚 還有沒訂閱專門朋友 不好意思 訂閱全量 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拜拜